我们的团队刚从上海的线下活动回来了 那这次在上海的活动 陈属席发布了一马二加计划 不是那个二加是一个二一个加 那么一马二加的计划配套 与普通的马来西亚第二家园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筹备一马二加这个计划 已经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了 为了能够给到宜居家庭们 更全面的马来西亚保障 我们以各大保险公司和律师 单位进行了多次的会议和整合 在一马二加计划里 同样的1.5万马币的办理费用 换来了不只是第二家园 还附送了更多更有价值的服务和保障 当然一马二加计划里 包括了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办理 申请通过后 我们会附送您价值25万马币和50万马币的 境外人寿保险为期两年 单单这份保险买入就已经价值1万马币了 这个保单是可以折现的 我们还附送了价值5000马币的鱼族管理 这个在海外制约和第二家园的定存 是有更全面的保障和安排的 对孩子的财富传承和安全上有更多的提前的准备 到这里您可以清楚的发现您得到了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外 还有更多您在马来西亚生活方面的保障 您支付的1万5马币的办理费用 也是得到了同等甚至更多的价值服务 是不是发现您免费就能申请到了第二家园呢?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相信宜居海外拥有一个优质的群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会设立一马二家的微信群组 凡是通过一马二家计划申请的朋友们可以加入 另外一马海外为大家准备了神秘礼物 只要加入一马二家计划的都可以激活这份神秘礼物 我们做到了让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更多的保障 甚至可以赚点小钱 在这里我也希望通过一马二家这个方式 回馈给各位喜欢马来西亚的朋友们 大臣已经发布过了 我也在此宣布这个一马二家计划正式推行 没有活动的期限我们会一直进行到底 希望美丽的马来西亚成为你们的第二家园 我们马来西亚见